应家长的要求 佛光山菲律宾素物慈恩寺 开设了儿童中文班 要带领华人第二代 甚至是第四代的孩子们 认识到主线文化 同时可以熏习佛法智慧 学习花和苦枝 踊跃举手抢答 这是佛光山菲律宾素物慈恩寺 儿童中文班 双手笔动作学唱中文歌 眼前这群孩子大多都是华裔 慈恩寺应家长们要求开班授课 帮助这些华人第二代 甚至第四代认识祖先文化 也在潜移默化中 循习佛法 在小小心灵 种下菩提种子 恩怨是菲律宾素物 总和报道